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加拿大安省省计长今天发布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 指出安省政府开放部分绿地用于住房的决定偏袒某些开发商 缺乏透明度 没有考虑到环境 农业和金融影响 安省新民主党领袖司马慧发表声明 要求省市政事务和住房部长立即辞职 并称省计长的特别报告显示了 令人不安的腐败勾结和财政不负责任的证据 这份报告是应司马慧的要求而写的 司马慧指出 我们要说这就是腐败 福特政府的绿带计划向捐款人和开发商转移了83亿元 安省人民应该得到一个更好的政府 而不是一个以牺牲辛勤勤工作的安省人民为代价 让少数政党捐款人发财的政府 这与福特先生无关 与政治无关 这是为了恢复安大略人对政府的信任 相信这个政府已经被他们的内幕交易和腐败文化严重侵蚀 这种文化一直延伸到省长 司马慧和新民主党财政评论员Catherine 一起对报告中概述的政府不负责任的财政行为发出警告 这是可耻地放弃了政府对人民的责任 尤其是财政责任 省长决定橡皮图章将83亿元的财富 转移到私人捐赠者和开发商的口袋里 这表明她对安省纳税人缺乏尊重 这令人不安 Catherine补充说 政府已经取消了开发商费用 让市政当局蒙受亏损 现在他们让纳税人和市政当局 为数十亿元的开发商计划买单 他们在没有评估可用性成本的情况下 滑坡土地 反对党环球事务评论员Sandy Shum指出 该计划对环境和农业的危害 福特称绿地是一个骗局 但被骗的是安省人民高达83亿元 我们不能忘记 这是在没有咨询省民的情况下完成的 没有与原住民进行任何接触 所有这些都是保守党的密室 和私人晚夜上完成的 司马会和安省新民主党要求克拉克部长 立即从内阁中撤职 此外 安省新民主党呼吁 立即重开省议会改悬议者 将这些土地归还绿地 并取消于开发商的交易 保守党政府不得阻碍连政专员的调查 包括任何潜在的刑事调查 因为我们知道这才刚刚开始 公众应该知道这一切 以利亚泰的名字拥有数百万粉丝的 加拿大华裔网红去世 她的官方账户发布了复告 这名温哥华华裔少女的真名叫Claire Hope 2018年尽管她当时只有9岁 但她在Instagram上发布的视频 却引发了轰动 视频中她标赃化 拿着一堆100美元的钞票拍照 还称自己买了昂贵的跑车 据报道 这名温哥华华裔少女的真名叫Claire Hope 2018年尽管她当时只有9岁 但她在Instagram上发布的视频 却引发轰动 视频中她标赃化 拿着一堆100美元的钞票拍照 还称自己买了昂贵的跑车 周三LeoTade Instagram账户上 发布了一条消息 称她的死完全出乎意料 声明中写道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告诉大家 挚爱的Claire突然悲惨去世的噩耗 据该帖子称 她的兄弟也去世了 两棲死亡事件都在调查中 由于Claire標赃化和炫富的行为 LeoTade的账号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最终吸引了330万粉丝 LeoTade拥有一辆全新的法拉利 你们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辆车 我在这里炫耀 你们这些讨厌我的混蛋 她在一段视频中说 这段视频的浏览量达到了1300万次 你们这些大混蛋都讨厌我 因为你们身无分纹 嫉妒我 而她发布的其中一条帖子 让她的母亲 前房产经纪人 安德勒天 陷入了困境 因为她的一位客户发现 自己的家被用作 LeoTade视频的背景 田最终从温哥华 Persetica Evergreen Realty公司辞职 物价飞涨 加拿大各省 每一天都有消费者 谴责Loblos高昂的价格 和巨大的利润 而在这一周 这一家连锁超市的货架上 又有一个商品 让消费者抓住价格过高的把柄 一位细心的消费者 在市中期一家超市购物时 对Loblos出售的一小瓶 人工香草提取物的价格感到震惊 因为她在同一社区的另一家杂货店里 看到的价格比这里要便宜得多 在周末的一条推文中分享 他们发现在Loblos超市 以5.99加元的价格 销售125毫升的Clubhouse香草产品 而附近的Farmboy超市 则以同样的价格 销售容量翻倍的产品 Loblos超市的价格整整翻了一番 之所以令人惊讶 是因为Farmboy被认为是一家 更专门销售有机天然 和适合特殊饮食需求的高价店 这是消费者抓住的 不合理定价食品和零售商之间 差异众多的例子之一 这一发现引发了更多 关于加拿大杂货寡头垄断的讨论 监管机构称其缺乏公平竞争 消费者意识到 所有主要连锁店都很糟糕 是一种普遍的共识 由于大型连锁店的价格剥削 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 他们现在需要仔细地 四处搜寻和比较价格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 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食品通胀比上一年涨了9.1% 而一般通货膨胀率为2.8% 最近在加拿大有一项新的民意调查中 当中显示 对于那些生活在加拿大人口 最多省份以外的年轻人 比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年龄较大的人群 更能感受到加拿大央行加息带来的压力 最新的雅虎民意调查 于7月21日至24日进行 对1527名加拿大成年人进行了调查 超过一半的人表示 更高的借贷成本 要么是由于资金压力而导致焦虑 要么是让他们对自己的财务前景担心的要死 在以金钱压力为理由的受访者中 51%的人年龄在18岁至34岁之间 是调查中最年轻的群体 这一群体最常见的地区是 曼尼托巴省和萨斯科特温省 加拿大大西洋省阿尔伯塔省和BC省 这些受访者报告的年收入 主要在5万至9万9之间 曼入执行副总裁仲说 从去年10月到今天利率大幅上升 许多加拿大人已经在生活中做出了调整 以应对适应已经发生的事 最有可能做出调整的主要是女性 收入最低和最高的人 以及年长的加拿大人 从地区来看 加拿大大西洋省安大略省 魁北克省的人比西部的人过得更好 2022年10月进行的 雅虎马鲁民意调查发现 57%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个人感受到利率上升的影响 39%的受访者表示 利率上升对他们的财务影响 造成了一些焦虑 当时43%的受访者表示 利率上升对他们自己或家人都不是问题 在最新的民意调查中 这一数字升至48% 上月 加拿大央行将基准利率上调 25个基点至5% 这是自2001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8个月前 隔夜率率为0.25% 这种表示 对于那些陷入困境的人群 以及那些即将续期抵押贷款的人来说 在暂停两个月后 加拿大央行将在9月采取什么措施 这将是极大的期待 8月15日发布的下一次 消费者价格指数很可能预示着 通胀是否会继续得到缓解 最近几乎每天安卡泥土下班回家时 都会发现家门口有一个 他没有订购过的亚马逊包裹 据CBC报道 这位住在大温兰里地区的女子表示 她在两个月内收到了50多个装油女鞋的包裹 这些包裹是由北美各地的人们寄来的 他们打算将这些鞋子退回给亚马逊卖家 每个盒子都包含了一张到她的地址的退货授权单 由于快递员把包裹扔在她的门廊 她都没有机会拒收这些包裹 此外UPS还向她收取了价值超过300加元的货到付款海关费用 她称看到门口的包裹就开始紧张发抖 这件事影响了她的睡眠和食欲 泥土怀疑她的住所被卖方或第三方当作了轻到不需要的产品的退货地址 商业改善局表示 这听起来像是一项供应商退货计划 卖家通常来自中国或印度等海外国家 通过使用住宅运送退货产品来规避运费和仓储费 BBB表示 如果亚马逊客户希望将产品退回给第三方卖家 公司可能会尝试通过选择私人退货地址来省钱 这样不必支付将包裹运送到海外 或在旅行中心处理的费用 BBB在BC省的营销和传播总监表示 他没有听说过本地发生这种骗局 但这种情况在美国很常见 他说 对于卖家来说 将退货发送到某个随机地址 比发送到中国更容易更便宜 尼图正在和UPS就关税费用提出异议 UPS告诉CBC 他们打算调查这一问题 尼图还向拉里皇家骑警报警 但警员只是告诉他 打开并处理包裹 警员称不知道该如何调查此事 尼图称自己没有空间来保留这些盒子 他打算将这些鞋子捐赠给慈善机构Goodwill 尼图还在自家门上贴了纸条 表示拒收所有获到付款的包裹 加拿大劳斯关系委员会公开 BC省港口罢工的协议内容 其中涉及国际码头与仓库联盟 与BC省海市雇主协会目前谈判的焦点 据城市新闻报道 这份为期四年的协议内容 包括多项员工福利事项 这包括增加现代化和机械化退休福利 一次性付款 在2026年之前符合条件的退休员工 将获得96,250元的支付 这项金额超越正常要老金权益 未来两年工资将总体上涨5% 之后两年则上涨4% 到2026年这一家新疆市每小时工资 平均达到57.51元的基准水平 新的条款要求雇主为熟练技工 提供适当的培训 并教导他们如何操纵新设备 以及进行现有设备的定期维护工作 代表约7400名工人的工会 上周五表示 其成员已近75%的投票 赞成批准新协议 结束了长达多天的罢工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 点赞留言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大家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